你觉得你对在韩国读书的体验是如何? 其实我觉得都蛮好的 因为令到我真正明白什么叫读书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Mira 我又回到一个母校西江大 其实不是什么母校 只是在这里读个语学堂 但今天就要赏了一位 在西江大读书的香港学生 我们现在要欢迎 他过来了 Yay Hi Hello 我是Nicholas 我在香港是读BU的 那我就刚刚这个社人来这边 做exchange student BU里面major的科是英文和英文教育 过来西江大这边 因为我是学了大概七年韩文 在香港教了四年的韩文 和做了四年的翻译 主要这次过来exchange的时候 就是读这边韩文国语国文科的 就是读言天才 哈哈哈哈哈哈 想问一下你 你觉得在香港和大学和在韩国读大学 有什么分别 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 算是比较卸读 卸读 我会常常走读 常常遲到 你这样说出来都不行 OK OK 没问题 本身韩国大学呢 读书的风气都十分盛行 非常用功读书 尤其是西江大呢 在那么多韩国大学里面 也是特别出名 是比较多功课 和课业是比较繁重的 就是最辛苦的一个学校 差不多是最辛苦的 想不到 我想说其实我到语学堂的时候 超级气 是很简单 它应该算是最容易的语学堂 这里有个网叫NamuWiki 那你上去那个网看西江大学的介绍呢 它们有一句就是 恐怖北色的学堂 应同 首先比如说说说 酒堂 和辞道各方面的资讯先 这里我们有个FA的系统 FA是什么呢 就是Failure Due to Absence 就是说酒堂走到F了 其实本身香港都有的 是BU没有 B.U.是我进去年二的时候 就取消了这个课程 我讲一讲 我在BU最严重的一次就是 那一课是一课教育的课程 不需要考试 也都会不上课 没有课程要做的 他就只是要拍一段教学的片 加一篇paper 那就是那课程的课程 我是整个课程 一课都没上课程 真是个好好挂赞 整个课程 是整个课程 没见过那部课程 不懂的 对 但是来到这边就不行了 因为它有这个FA system 那就是一个课程 就是一个钟头15分钟 一个课程 只能够走 最多是走四个课程 但是有时候有些课程 譬如说是连上两课的 就是一次过上两个半钟 那你走了那一课 就已经用了两个quater 那另外呢 就是一个迟到的system 那因为西江大在韩国的学校里面 都比较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会打钟 哦 好像中学和小学那样 就是每一堂开始的时候 和圆记的时候都会叮咚叮咚 打钟 每一科想打一堂的时候 都要填一个座位表 之后那个课程 整个课程都要坐在那个位 对了 就不可以的 那当然你有特殊的原因 可以跟助教说 可不可以调位 那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打钟那一刻开始 那座教就会进来 课室里面开始点名 那点名呢 就不是跟你的样子 也不是叫名的 也不是拍卡 不是签名的 他们就是拿着你第一堂 填那张座位表 那个位置呢 打钟完那一刻有人 他就踢 没有人就交叉 那我们迟到三次 就会换算了做一次的职席 再严重一点 过了十五分钟之后才进入课室呢 那你那一堂其实回不回 没什么意思 韩国学生 因为他们很喜欢读书 就算他们过了十五分钟 他们都会照回来听书 就算他们本身被缺席了 但是因为他们要学习 要学习 没错 所以他们都要回来 哇 那我就不太知道其他的大问题 但是BU的情况 就是上一年呢 就取消了Attendance Policy 之后呢 就变成是喝酒不留 我觉得其实这样对你来说是极大 对比起来 你在香港上读一间最不严的学校 对 其实Attendance Policy 是最不严的 但是你在韩国是最严的那间 所以你那个 反叉是很大的 刚才都有说到 韩国的学生是很勤力 很用心读书的 那我这个我也想说一说 和香港的分别 在香港的时候呢 Professor问我们问题 我们不会很回答 那其实根本上我们整个上课 期间呢 有不少人都是在游问的 就是除了是那些第一行之外呢 其实在后面那些 都是在做自己的东西 或者在聊天 基本上香港的大学上完课呢 那我们就拍拍拖手就走 嗯 但是这里呢 那些学生真的很用心 每一次下课之后呢 我都见到 Professor前面呢 是有十几个人 或者甚至乎是二十个人 排队 拿着课程读书也好 拿着自己的笔记也好 去问Professor问题 我其中有一个Professor呢 是一个爸爸来的 他是要跟他的老婆呢 每一个星期轮流呢 去接个儿子放学的 那刚巧呢 他其中一天呢 跟我们那一堂呢 就是他要去接个儿子放学的 那个时间 那他就第一堂呢 已经说明了 不要妨礙我 是的 每次去到那一天呢 就不能够问问题了 我要立刻走 这样的 我要接我的儿子啊 是的 我们会有一些 类似E Class 我们叫Cyber Campus 香港都有的 但是香港很明显呢 就只是用来交功课的 嗯 就不会是做任何 discussion的 但是呢 他们是真的会 譬如说有些问题 上课未问一次了 或者真的问完之后 回去再看完 再有follow up的问题呢 他们就会打上Cyber Campus 那个留言板那里 那大家一起讨论 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其实我也有认识 一些韩国的大学生 然后他们是跟教授关系很好 是的 没错 可能是因为教授都觉得 我自己的学生 那么厉害上课 那么厉害那些问题 然后问一下 那个关系会变好了 还有呢 香港其实学生 和教授的关系是很疏 因为可能 你真的 会可以和教授 聊聊天的时间呢 就是你第一年进去 可能会有一些茶会 那次可能一两个钟 就完整了功能 之后一直继续上课的交流 譬如说西江大 每个学生的第一年的第一个SAM 就会有一个叫 Seminar的必修科 那那个Seminar 就是每个星期 会有一个时间 去给学生 和他们自己系里面的 不同的Professor 和TA 去见面 去交流 去沟通 基本上过了第一年的第一个SAM 之后呢 系里面的Professor 已经认得了所有学生的样子 大概知道他们的底細是如何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呢 其实这个和香港很相似的 就是他们的学生都是很静的上课 但是香港的静呢 不是因为睡了觉 不是因为睡了觉 或者专心做自己的事 而不是在听书的那种静 我有印象就是 我明明是和一个韩国朋友 聊天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要停了 因为我要听书 然后我就 哦 好啦 我们上课的时候 一定是开了WebWhatsApp 在那里聊天 他们是不会的 那你来这里读大学 你是读什么科 我呢这个SAM 就读五科 第一科呢 就是一科 Korea Linguistics 即是韩国语言学的科 即是它是转言的 韩文 是的 它是一个Introductory course 但因为之前我没有接触过 韩文语言学的东西 但我主要我认识这科 因为我在香港 我刚才有提到我在香港有教学 那其实最主要我是想教好一点 那之后另外一科呢 就是韩国文学的科 但是那科呢 我本身以为会好分 那怎么知道进去呢 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它是讲世界所有文学的特征 那次那科呢 我最后就直接FA了 那第三科呢 它是英文的科 但是呢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英文系的科 是用韩文的科 即是你不会讲英文 它会 它PowerPoint教材是英文 但是上课是用韩文的 咦? 所以那科其实全部 也是全部只有韩文 那剩下那两科呢 运动那一科呢 就是Sculpa Diving 哎呀好正啊 Sculpa Diving呢 我们这个STAM开了两班 一班是韩文教 一班是英文教 最后一科呢 就是只是给留学生 读的一个韩文的 course 因为我没有读过语学堂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其实那一科呢 和乳学堂的课程是很像的 基本上除了这科之后 你全部接触到的都是韩国的学生 你觉得会不会是 有什么困难之处呢 我会说其实因为韩国的学生 普遍来说都很害羞 就是他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学会 那么有参加到那些学会的人呢 我们就是用香港的大学术 以为我们叫做好yout 他们都很yout 但是他们读书的时候 真的只是读书 所以其实是在韩国读书 如果身边都是韩国学生 基本上上课 只是上课 如果你要和他们 可能变成朋友的话 你可能要透过学会 或者是可能你要主动 去跟他们聊天 所以其实你觉得算不算是 很难和他们相处 或者是难融入他们的生活 我又不会说很难去相处 因为其实只要我做了一个主动 他就会很nice地去 你觉得算是友善的 是很友善的 可能有些人会画一条线 也不会的 基本上都不会的 年轻人是好些 可能有很多人对韩国人的stereotype 就是很排外 很怕说英文 是很多人敢想 但是年轻人其实是ok的 尤其是上来大学 其实英文都有一定程度 但是呢 譬如说上了年纪的一辈 都难免有部分人 是会有一个排外的倾向的 譬如说我在RAC科的时候 其实本身呢 有RAC到另外一科 是一个关于韩文教育的科 谁知道在临开生育之前 他就传过电邮过来跟我说 他这个 course 是给一些想成为 专业韩文老师的人去读的 他就看到我是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所以他就说希望我可以 是要批过第二科 而不批他这一科 就是他自己作为老师 但是他排了外 所以 都不是说100%是接受外的人 就是都要 有很多可能性 要考虑 可能就是老师 想不到我会是老师 是 你觉得你对在韩国读书的体验是如何 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的 因为呢 令到我真正明白什么是读书 再一次学习读书 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觉得之前看电影 你反省了自己 是 一开始来这里的初心就是 我想教好韩文 我想多多很多韩文的知识 为我自己之后 上来这一边读master的路去铺路 我的初心 我这三个目的 我都达到 所以你觉得 可能其他学生 是想过来 学好些韩文的 那你都会是非常推荐 是要过来韩国这一个环境去读书 都很推荐的 但是譬如说 如果你不是想去到一个 专业的水长 我去追星的时候 我会知道 那个星在说什么 我大概可以和韩国人 溝通到 就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 想在韩文这个领域里面 有一个专业的发展 譬如说 我很想去做一些商业的翻译 教韩文教得很好的 这是我未来想做的职业 就十分之推荐 我觉得也是必要的一个阶段 因为过来这边 你真的学到很多 他们韩国的文化 知道他们韩国人的思维是怎么样 那我们明年他做梁大学 我是小 vari大学美国文化研究 就是向南ажу 中学生有人最興趣的是 Santa 我认识看呈 超级的学校是两个学校 我认识到学校的学校 我认识到学校的学校 可是学校的学校是12时 我认识到以后 就把联系上的文件 作用最后一天上的文件 我认识到七个人 是很漂亮的生意 现实验 这些学校的学校是 是韩国人的学校 但那时候公职是10时 所以12时到一天 在这里你能不能想掐 香港的学校在学校 我是你的学校 有一个好学育学 我做的做事不太好 你真的要把你做的感受 我设计在某厅里是 我设计的 我设计在某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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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生日配奖和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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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喜欢的客户的人 在某厅里的活动 你会和你学生的朋友 在学校的孩子们都在学习一間生活 都在学习一間生活 就在学习学会都是在学习一間生活 也就是在学习一間生活 因为学生在学校来� Photov的ходит 要不理想在学习一段时间 因为试取习一小孩不要做学习一会 那时候用技術带来要做这些 但是愿意找到学习 kocmg的生活 私たちは 我最大的是它们的主义 我一起的生活 也想要喝 我每天都要做的 每天都要做的 時間都不同 睡的時間都不同 那些時間都不同 那些時間都要做的 很不容易 韓國學生 你跟外國學生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從小時候 我從小時候 外國經常生活 所以我跟外國有關 我沒有人的誠意 所以我身上語口上語 但是整个我们的社会也没问题 所以我在外国人面对面的结婚 那么,有趣跟 我与英文的手会 所以说,云指的经常会更多 大家会更多拥有心 现在也会更多为설 《英文的勿扣》 《英文的勿扣》 在英文的勿扣 Hasta 流入人了 因此,我們會覺得的人 成 다음, vers了 被iffs女性 Page 根本來就開始 arts教學 慢慢 effects 所以,人家沒問題 傾 coop的話 他們的英文性伴使得很 Hip 我說的話就图思找入 我真的把字首席 心情不關心 我想說 classe,很多人 就是人家的朋友 我认为外国学生的朋友 所以我认为不逃运动 但是我认为不逃运动 香港人都不逃运动 所以我认为不逃运动 其实这种东西非常好 因为因为 因为我认为了很多的支持 有很多支持的支持 因为我认为不知道的事情 我认为了一个卡特区 也能学习 在试验活动中,可以更多学习 外国人为了这种语言 外国人也很喜欢看得到 所以很喜欢 大家! 不怕、恐怕 快来! 韩国来! 她呢? 其实她出了本书,她打来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本书是在韩国 是一个作家的出道书 類似是心靈雞湯的概念 其實是一些很短的文章 我其實也有在Instagram 就是一天在舖一篇文章 如果有識看韓文 或者想多學一些韓文的人 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可以追蹤一下 追蹤一下她的IG 謝謝大家 謝謝 喜歡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我 記得追蹤IG 或者Facebook的話 就可以追蹤最新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和朋友的鈴鐺 記得按讚和朋友的影片 在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